这次的疫情升温也影响到餐饮业者的生意 降低了民众内用的意愿 那有些业者也干脆暂停营业 没想到现在有吃到饱的餐厅 他们无谓疫情 是推出泰国虾 甚至加码推出了鱼鱼生鱼片 可以无限量吃到饱 让客人觉得非常划算 还有火锅店业者是推出优惠 希望可以带动当地商机 软Q红嫩肉质新鲜鱼腹 现捞开箱 利落刀工切下去 尺寸刚好一口大小 冰块保鲜铺底 一片片生鱼片 摆好摆满准备上桌 这样一盘就有7片 份量完全不小气 重点是还能无限续盘 老板呢 吃到饱老板就算不多啊 他们进的就是那种 从东港半月就进来的那种 一口接着一口超满足 加上探考Buffet千元钞票 还有得照CP值报表 上门顾客甚至都有点担心 会把店吃垮 我们就用完 所以你吃 不要把它弄回就好了 航卖喊出要大家尽量吃 只要吃得完 通通无限量供应 连同原本的明星商品 泰国虾 想吃多少就捞多少 我很从他院下来 受到疫情冲击 不少店家纷纷自主禁止内用 或是干脆暂停营业 但屏东这家店却是无所畏惧 主打平价吃到饱 想要带动当地商机 另外趁势跟一波的 还有这家火锅店 经典汤头搭配雪花牛肉超刷水 现在想吃透过促烧活动 就能享受优惠 这一波疫情其实掉蛮多的 像现在我们是有推出 外带纠责的方案 就算业绩直掉六七成 店家还是努力稳住营业成本 屏东碰巧入上黑鱼鱼记 当地餐厅渔民合力相挺 共渡难关 就派疫情阴霾早日散去 当地商机能够重见曙光 记者苏世伟屏东报导